下面跟我一起来看这次的塔楼吧 来介绍 看十几楼 二十八楼 景色超好超好超好 十九楼 这里看 客室还有Sky Lounge 那么开始正闻 这次我们来看的公寓是在福岗市东区 相追的一个公寓 房间格局是三室一厅 建好的在19年1月份 买下来出租的话 假设房租是12万 它的表面收益率就是4.1 咱们今天要看的房间不是空房间 房主正在居住中 因为房主想要搬出去 原因是在房主的家人 因为家人生病了 所以需要搬到医院的近一点的地方居住 所以这次决定要出售这一间房 房间的总共面积是77.91平方米 然后咱们只想知道的售价是3888万日元 今天咱们来看的是一个塔楼 所以有很多塔楼的魅力 希望您收看到最后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联系我们通过LINE或微信 登录之后您可以发一句礼物 这样我们就会送给您一个 关于买卖流程的一个PDF 下面跟我一起来看这次的塔楼吧 这栋塔楼的位置在一个 现在越来越火的一个区域 区域叫照夜 日语是Teliha 先看它的外观就可以感觉到高级感 2019年建好的公寓 我们到达了公寓的大门 玄关里一进来的地方 能看到吗 这里是完全是一个高级宾馆的感觉 这里还有柜桃 一般呢 它们中午的12点到1点休息 现在正好是休息中 不好意思 没摘 这边好像就是你要邮东西什么的 都可以在这里记一下 看这里的开阔感 超漂亮 刚刚那边有一个大门 这边相反的方向 这边有一个大门 我们是不是走出了地方了 这里应该是宾馆吧 去看房的时候 我确实这么想了一下 下面咱们去看一楼的信箱的空间 我手里拿的麦克风好像没有电了 所以我只可以配音了 这里当然有快递箱 然后这边还有自动贩卖机 而且有两个 一个是野料 一个是冰淇淋 然后这边有好几趟新箱的空间 一开始住 是不是得找自己的新箱老半天呢 不愧是塔楼啊 下面我们来到了电梯的空间 这只来只去的是在说 这个门还有一个锁 自动锁 然后电梯呢 是有一个两个三个 这么多 完全不用担心 人多的时候挤不上电梯什么的 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台湾玩笑 来介绍 看是几楼 28楼 家门口和走廊 完全是一个高级宾馆的感觉呀 而且这边还有灭火器 也在门口 很放心 介绍一个秘密武器 这里是8802的 这个房间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空间 就是收纳空间 这里超级好 人家给安的灯 这里的空间就是怎么说呢 很大 能站进去四五个人 排排站 比如说能放一下 小孩子的车呀 或者是自己家里的 高尔夫球杆啊 还是夏天的玩儿啊 什么的 买东西回来或者是去哪儿玩回来 直接可以把行李放里面 方便呢 好那咱们进去看吧 这里好大耶 好多的地方来介绍 然后呢先说一下 这里是已经有人住 所以房主今天也在家 不过就是房间可以给咱们看 所以咱们今天允许来拍摄来了 然后咱们家住的地方 住的方式有一点跟其他不同 所以这里是一个大厨房 然后还有大客厅 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 不过他们现在住的是 把这整个客厅加房间 当成了一个就是全部的生活范围 还有其他的房间 等一会儿我们来介绍 所以跟普通不一样 感觉在可能会有一点就是 不会大小的大小 很特殊的用法 咱们就不用太在意了 打开大厅的门 直接看到28楼的美丽的景色 太豪华了吧 这个大厅的面积是16.6叠 30多平方米 先说一下这里的大小吧 厨房加上客厅 这一个范围 一个大空间是16叠 然后旁边的这个阳室 这是一个房间 是4.5叠 这是一般人家好像都是开着的 也可以关上 看这里有没有 然后旁边红纳的这种 因为关上的话客厅就是完全平均的 客厅旁边的小房间 4.5叠 是8.2平方米 旁边小窗户的景色也不错呀 这里当然也有一个收纳棍 这间厨房呢 当然是三口的 然后下边这些收纳 还有这个洗碗盖 洗碗机 这边是应该是后安的这种碗架 还有就是很大空间 就很深的 看这大冰箱 这厨房超大 爱猪饭的人是不是很高兴啊 这个半中岛式的厨房 能看到大厅也能看到28楼的美丽的景色 收纳也没毛病 100分 好 那咱们 啊 这边的收纳也有 嗯 这里的收纳也有 这里的厨房 应该是装置一些干食品和小食品的 这也有没有 收纳空间这么多 非常好呀 好好整理房间里一定不会乱 家里地板的颜色感觉也很温暖 高级公寓嘛 人家有地热 这个地热是整个大厅都包括的范围 很大 还关什么的 我没用过 我不会用 这里还有加热器 好 那咱们回到主门这边 介绍其他的房间 头几课呢 那首先这里有一个收纳空间 这是双门的 里边挺大 因为有人家住 所以打开有点不方便 我就不感了 我们下边介绍这边的房间吧 这边的大小是5.0 别跟我来 这样 然后收纳的衣柜 好两块儿啊 这里 现在人家用的是这种学习工作的房间 不过这房间足够大 然后你的后边有一个大棍儿 收纳的房间 这个房间是5叠 那大概有9平方米多点 然后收纳的衣柜当然有 感觉这整个房子的格局都很有特色 那最后一个房间 这里是一个卧室 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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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刚刚我们在这里做客 所以家住 招待我们 有点茶水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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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这是这是这是 这些展望 太厉害了 超厉害了 我说不出来话了 景色超好 超好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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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边是斎藤崎 那边是东区 能看到大海 今天天气有点阴天 所以感觉不到开阔感 不过这里超级的景色 好美 就是 夜景也不是什么 自然 自然 大自然的 这个 就是感觉空气超级好的感觉 哇 大毛泽 超级好 直接开眼 能出来吹风的这个小阳台 不是很大 不过很干净 也算是足够的空间吧 然后请您感受一下这里的景色 能看到周围的高楼不是离得很近 所以咱们的视野宽广 对か 気付いた 窓 闭着 真的 外的音 完全没关系 这里照烟 就是 防烟的那个效果非常好 刚刚这里 在房间里关上窗户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外边这么吵 打开了出阳台才知道下边的摩托车这么吵 介绍了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大小应该是最大的一个 连接阳台的这个房间有6点3点11.5平方米 算是最大的 所以当成主卧可以吧 然后呢 这里的衣柜也是最大的 这里是那种walk-in closet 我看一下我不给你拿 哇 大大大大 对 L字 足够的空间 有很多就是能挂衣服的地方 下面当然有空间 上面也有 介绍完这个房间呢 下面是这边的门 这里呢是衣室 餐角形的感觉 这边的洗面台超大 这旁边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三面镜的 1 2 3 我就不打了 然后下面这里也有收纳的 Word 这里呢 这么大的门 是应该能打开的 我去看一下 我就不给你们看了 超级大 这里就是 有可以走进去的空间那种大 这么大 然后往里很深 是不是想看呢 不给你们看 这水房也带一个这么大的收纳空间 也太厉害了吧 浴室的这个空间 这边是 刚刚开门的后边 是西方洗机的地方 还有这里是浴室 浴室很大 然后还有这个 哇 第一次看这么漂亮的 这个 空干机 浴室 浴室 这里的空间主要大 很大的浴室 当然有这个盖子 浴室 这里有微的底部呢 这么大 这么干净的浴室 看样子房主用的也是很细心 当然还有浴室的烘干机 刚刚的浴室这边看完了 靠近玄关的这边还有一个门 这里呢 是厕所 来 这比一般的家好像大很多 双边的门 就那么大 还有洗手的地方 很好 厕所配有洗手的地方 然后收纳的棍也是很大 这里全体的颜色就是比较黑 轴廊看到的这些门的感觉 都很有高级感的吧 我是这么觉得 这边 玄关刚刚急着进来 都没有看玄关这边有东西 这里呢 是 有一个大门 跟一般的鞋棍不一样 对吧 咱们进去看看吧 这里叫做 嗯 中文不知道叫什么 这里日 叫做 Walking Shoes Clock 什么呢 看这里空间超级大 这边有鞋棍 这边有好几个大板子 可以就是调的那种 这下面有空间的话 可以放一放高楼 或者说球帮啊什么的 对吧 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鞋棍 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鞋棍 右手边的板子也可以布置一下 Series Inc Clock 在旁边还有一个收纳棍 这里好像看图也是很深 跟刚刚的那边一样深度 很大 足够的空间 十九楼 这里 看 Guest Room 还有Sky Lounge 应该是在这边 Sky Lounge是在这吧 可以进去吗 咱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一开门 左手边有一个小衣棍 然后看到这就是十九楼的美丽的view 还有是不是感觉这里的空间很大呢 这个空间呢 可以随便用 不过用之前跟前台那边睡上就OK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 完全咱们可以开party 这么大的空间当然也有一个厕所 这边的厕所的感觉就是宾馆的一样吧 很干净很大 怎么样呢 第一个咱们塔楼的特点 还有几个特点呢 咱们接着看 然后呢 后边有Guest Room 这里是可以住室的 就是提前预约一下在这里 完全是房间这里 这里真的是像一个宾馆 一许五千块 可以连着住两天 十九楼 我们这里 到了十九楼 有一个空中花园 跟我来 跟我来 这里能打开的 然后可以出去 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里可以看到烟花 好 心情太好了 太美了 因为这个区域每年都会开一次烟花会 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得清 这边是停车场 有没有空位可以询问管理公司 哇 他们盖的是那种立体停车场 下面咱们来看看公寓的位置吧 还有介绍一下周围的环境 我想大家都知道福岗市没有几个塔楼 不过现在呢慢慢开始盖 在东区这边有好几个了 特别是在这个福岡埃兰岛市 我们今天看的塔楼在这儿了 名字叫Senta Marks Tower 有的名字我说的都是日语啊 不要嫌我的英语太不好了 这个区域现在人气正在暴涨 县内县外都有很多人要打算迁移过来 介绍一下周围的车站吧 香椎 赵叶 五丁木 公交车 公寓走过来是5分钟 到这里是从天神那边有直达的 下一个介绍一下温泉 是这里Telica Spa Risotto 这个设施是九州最大级的 里面有很多的盐盘域 还有大鱼堂那边蒸上拿的地方也有 还有很多温泉 有吃饭的地方 有中餐 洋餐 日餐 有很多的选择 可以在这里享受一天 下一个介绍的是中央公园 这里叫做Illand City Chiru公园 有福岗巨弹的一倍大 那就是说能装下两个巨弹了 这里有很多大规模小规模的 孩子喜欢的体育设施 还有能玩球的地方 或者还有美丽的池塘呀什么的 是个很人气的大公园 下一个介绍的是 海的中央公园 去这公园可能得从咱们公寓坐车或者开车去 这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公园 距离有6公里长 总共面积大约有350公顷 大公园内可以看到四季的美丽的花 还有小动物园 夏季开放福岗市最大的游泳池 大人小孩都可以快乐的玩一天 下面说一下天神到这个区域的道吧 从天神那边可以使用高速公路到这里17分钟 博多站那边也是一样的17分钟 上高速一般就不会堵车放心 最后看一眼超市在哪里 大超市就在咱们塔楼的道对面 下楼过个横道就可以到这个超市了 再稍微走一点就有麦当劳还有便利店 还有一个购物中心 这个购物中心是2020年新开的地方 这周围不光是买东西 还有医疗设施也很充沛 所以生活的基本一点都不用担心 感谢看到最后感觉如何呢 这里屋灵还很新 外观内观都很有高级感 房主使用的也很细心干净 房间是三面采光 窗户也多通风也很好 28楼的景色也无话可说 房间里的收纳空间也很多 还有玄关前边有一个收纳空间 是自己家专用的 塔楼的特点 Gest Room还有Lounge都可以预约使用 魅力满带的塔楼房间 总共面积是77.9亿 价格是3888万日元 日本房产频道介绍一些 福岗和扎广的房产物件 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 可以收集一些关于日本房产的消息 如果对今天介绍的塔楼有兴趣 可以传给我们微信或者LINE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